一整排挖矿机同时运作 散热风扇大声运转帮机器降温 厂房内的高温让人一刻都不想停留 阳性父子选择偏远地区架设机房 就是怕高温和噪音会引来邻居主义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涉嫌窃电的阳性主贤 两名儿子跟在后面 父子三人都被警方逮捕以送 凿开机房地面 电线都被挖了出来 阳性父子为了掩人耳目 还铺上水泥遮掩 原来他们2019年砸重本购买千台挖矿机 但因入不敷出 就拉线路从台电线路上窃电来供应运作 光是这一年台电粗股损失就高达8500万 嫌犯这个部分 他从事比特币以及台币这些的矿场的挖掘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只是后来入不敷出 所以才会从事窃电这个部分 二三武汉封城后 同日比特币从8373美元到2月13日 已经涨到10378美元 涨幅高达23% 疫情扩散造成部分工厂停工 产业一片叫苦连天 但比特币却逆势看涨 也难怪嫌犯把歪脑筋动到他身上 三地新闻徐兆伟高兆林台北报道